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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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一强的去世不属于自然灾害 交通事故等非责任事故 而要界定为责任事故 则必须高一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我吧 追我吧 这当硬和综艺 选择非专业的艺人 进行高强度专业行为 本质上是依靠强弱的对抗获得戏剧性 但节目设计的高强度 使得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披露都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即使本次高强度 更多是内在影集 但录制时间过长 夜间的寒冷 节目流程强度过高等原因 也绝对存在内在因果 在事件后 不少参与录制的观众 也纷纷吐槽节目录制时间过长 宁波夜晚的冷雨中 往往要待上十个小时 即使排除节目环节的问题 这也对人的生力存在过大的压力 相比之下 美国演员工会 在公布的适用条件中 演员最低薪资有保障 工会非常重视演员的休息权益和工作环境 工会演员 每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 就必须休息十小时 除此之外 工作中各个环节 工会都涉无巨细 替演员考虑周到 为此 要改变这一切 高以强的不幸去世 以及敲响警钟 如果建立成熟的行业机制 不管是对录制时间的规定 还是推出对不同强度节目安全措施的准则 都需要行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在如今连轴转 不休息成为常态的娱乐圈 注意到 这些已经是一次进步 但今天 我们未得到这份注意力所付出的代价 却着实过于沉重 本文为 文创资讯 NEWS.VSOCHINA.COM 原创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